送上鮮花 燭光悼念 印尼足球聯賽踩踏事件 奪走一百二十五條寶貴性命 事發至今三天過去 傷痛依舊在 家屬難以置信 一場足球賽破百人死傷 是全球體壇史上最嚴重事故之一 印尼總統佐科威宣布國賠 每位罹難者 家屬能拿到五千萬印尼盾 大約十萬台幣的賠償金 說到哽咽不斷釋淚 阿雷瑪足球俱樂部主席 親上火線致歉 不過根據當局調查 球賽疑似超賣門票 只能容納三點八萬人的球場 卻湧入四點二萬人 超賣門票是否導致逃生困難 印尼警方釋放催淚瓦斯 是否執法過當 都成為調查重點